喂 蜜蜜啊 蜜蜜啊 你干啥呢 啊 我 那你咋的吧 你说事 你能不能帮我干嘛 我家电视坏了 你帮我抬楼下去呗 我开会呢 你开会啥动作啊 经理发现我打电话了 飞过来一个盆 喂 你忙你的啊 我这样我找王小倩帮忙吧 拜拜 哎 哎 哎 喂 你不耽误事吗 你们说说我 你们不知道啊 我追求秘密好几年了 我都 你婚姊女生 你知道吗 来的外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洁还找我搬家 李宝洁啊 你哪天搬不行啊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 李宝洁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 哎 街坊里女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启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 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脸 快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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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 来了 来了 小脸 你快点啊 哎呦 我的 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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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呀 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 行不行 那儿啥啊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你不行啊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啊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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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 我说 我说啥意思 就是他 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儿危险 你知道这个 这个不好啊 对面这个 住的 不是人 不是人哪 啊 完了他没事就上吹下跳的 左蹦右踢的 打鬼 屁股路的 不是人 他上吹下跳了 咬对面住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他总之你不能宰这儿 他对你非常的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快走 哎呀 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喽 他打呼喽 不是 咱好好说 哎 哎 宝洁 你听我说 哎 等一下想啊 不是 想你问题 我 哎 宝洁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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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咋子你 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说这不疯了吗 李宝洁你 真的是我别问 我跟你说 我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去 我得打扮打扮 那有空 我敢拉呀 那秘密不得行刺 啊 我 我 我跟李宝洁有事啊 我俩 啊 装扮啥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 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哎 哎 小脸啊 你来了 哎呦 我得点得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脸 你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的 还还推我呢 哎 小脸啊 什么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了 说话咋变身了呢 哎 这大同天呢 还长个蚊帐 咋的 装扑风折呢 什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的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 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 你说 如果是戴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回来啊 小脸 行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啊 小脸 我是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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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 对不起啊 哦 不是小脸啊 干什么呀 你再变下 我瞧你了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啊 秘密家啊 你知道谁搬那来了吧 谁啊 李宝洁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洁就 找我搬 搬家我就来了 你知道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不得相信呢 我俩以后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脸 你们三个人属于什么关系 啊 你们三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洁喜欢你了 你就不喜欢李宝洁 你们仨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在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蛋的 你这牌打得也挺好了吧 啊 啊 咱先不打牌了行不行 行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啊 记得秘密要是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小脸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这时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会会不会再都不会了 开的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哈哈哈哈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易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哈哈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哈哈哈哈 哎 哎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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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哈哈 给你买的 哈哈 哈哈 啊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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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啊 愿意 哈哈 咪咪啊 啊 这么回事 小脸啊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嗯 想给你个惊喜 哈哈 你小脸啊你太有心了 哈哈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哈哈 哈哈 哎 哈哈哈哈 RS attend 这可怎么怎么成 唉 哎 她 走 唉 她辆了 这是部门 搬进去 搬挺快啊 接着搬 哎哎哎哎哎哎看给你累了 哎呀哎呀 我跟你说我买肯德基圈牙筒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哎 保险 保险啊 等我 等我 保险你这别别别拿东西了哎 保险 完了 哎我的妈呀 小千 你再猜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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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 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对 有个快递 那就可快了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呦我的妈 肯德基圈牙筒 哎呀好点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呢 啊 那个 保洁呀 哎 快走 别回来了啊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哈哈 哈哈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 我家是这屋啊 是 这屋 不是猴子家吗 冒费的打扰一下哈 请问是哪只猴子家 哈哈 小脸啊 这缘分来的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啊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真的 我怎么快递了呢我 就是你不腿长嘛 那是 行 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是吧 嗯 快递我听懂了 余小脸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你呀就是平时聪明 伶俐活泼 在我心里面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那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对 你像人吗你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你 你还说他就叫打呼噜吗 谁呀 他吗 打呼噜是他 他打呼噜就打呼噜 秘密打呼噜那不叫打呼噜 他叫小相憨 你什么点是吧 过来 我打不打呼噜你怎么知道 对啊 对啊 我想像的 我实在编个字 我跟你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洁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着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请客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儿 没啥问题啊 李小脸你挺想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李小脸 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确认得你心里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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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洁是吧 哎你帮过来了 你好我是秘密 啊 听小脸提过你 宝洁你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于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啊 真的啊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去 你好 我叫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哎这样哈 我正好买个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嗯 等啥呢小脸 来吧 哎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的呢 我还 这玩意整得挺尴尬 你说小脸 你这种局面 你这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什么呀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宝洁 来 好 这样哈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是这一桶 正好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内 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走 哎 雨晓俩再见了 再见了啊 他俩好啊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小脸 你说 我真的不敢想象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儿啊 我都算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童啊 得趁热纸 哎哎哎哎哎哎 帮好吃的 给咱俩的 你给我留一块儿啊 这事儿啊 我都算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童啊 得趁热纸